今天我們教各位炒豬肝 其實豬肝營養豐富 富含很多的鐵質礦物質 但是往往你不知道怎麼去炒它 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做不好 今天我們就教各位 那麼先看一下我們的材料 我們今天要準備的是 豬肝 切好的切片的豬肝 然後這個甜豆 要有蒜片 姜片 辣椒片 因為豬肝是片 這個又算是片 所以其他的東西都要片 然後 沖斷 調味料的部分呢 我們準備烏醋 細糖 少許的鹽 還有我們要太白粉跟米酒 或是不一定要米酒 燒青酒什麼酒都可以 酒就對了 好 我們現在要先來醃這個豬肝 其實豬肝不需要醃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讓它嫩 要讓它 讓它吃起來滑一點嫩一點 豬肝 你不要說切好的時候都是血 你會說 我會很好的 不要把它洗掉 不行 把它洗乾淨一點 像我這邊都洗得很乾淨了 把那個血水都把它洗掉 然後如果你怕腥的話 你可以用一些米酒先把它泡著一下 浸一下米酒的 泡一下子 大概泡個十分鐘 你就會覺得 比較沒有那麼腥味 因為米酒酒精會把裡面的那些 一些腥味把它給溶解出來 好 那麼我們先把它放在盆上面 醃的時候你不需要再加什麼 調味料不需要 你只要想辦法讓它滑一點 所以我們加一點點太白粉來抓 太白粉會在表面形成一個膜 讓它吃起來會比較滑一些 好 加一點點 不要太多啦 一點點就好了 像這邊的豬肝 這邊的豬肝 這邊大概有六百克左右 我大約只加一大匙就可以了 一大匙的那個粉就可以了 然後 我加少許的米酒 因為我剛剛沒有泡過米酒 我加少許的米酒 好 一方面稀釋這個粉 不要讓它太膠 粉不要讓它太膠 接下來我們要來汆燙 燙豬要炒之前你要汆燙 你不能這樣水水要下去炒嘛 對不對 這樣水水就可以炒 炒出來不好看 所以我們要把它燙一下子 讓它縮起來表面不要多餘的水分 燙豬肝的時候記住 你要燙豬肝的水 不要放下去滾 不要把豬肝丟到裡面水在那邊滾 不行 這樣豬肝會老掉 所以你的水滾了之後 豬肝丟下去火就要關了 這樣燙出來的豬肝 比較嫩 不會這樣吃起來柴柴的 好 我們現在 把水燒開 好 現在水開了 我們豬肝下去 把火關掉 稍微把它拌開 你會想 這樣豬肝不會熟 這樣豬肝會不會熟 當然不會熟 因為我不是要讓它熟 我只是讓它固定而已 讓它表面的太白粉熟 把它表面多餘的水分 把那個血水把它燙掉 我只是要這樣子 我並不是讓它熟 因為豬肝如果 你把它一次就把它弄熟的話 你待會再炒的時候 再炒的話 豬肝是不是就一定老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並不需要豬肝熟 所以你不要擔心說 這樣煮豬肝不會熟 煮乾不熟 我湯肝要爽 那是兩回事 我並不是要把它燙熟 然後過一下冷水 讓它溫度降下來 我們把它 鍋子洗乾淨之後 我們加少許的油 有的會覺得說我炒出來放的很油 但是我跟你講 有時候 油多一點會比較好吃 當然看你個人喜好 你不喜歡太多油 你就不要加那麼多油 然後我們把辣椒片 蒜片 薑片 還有 蔥段下去 稍微爆炒一下 炒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東西 你不需要炒到 很焦 然後我們把甜豆 甜豆 蔬菜是可以生吃的 所以 你也不要炒太久 好 開大 稍微把它炒一下 炒到這個甜豆 顏色 變得比較翠綠了 表示它熱有透進去了 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把豬肝放進來 然後 然後 加少許的米酒 加一點點的水 加少許的水 把它炒一下 好 稍微炒一下 熱度夠了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開始來調味 因為我今天炒的是用烏醋炒的 讓它微酸的 所以我就 加烏醋 這邊大約三大匙的烏醋 三大匙的烏醋 我差不多加一大匙的糖 然後 一點點的 因為烏醋會鹹 一點點的鹽 這樣就好了 好 然後我們把它 稍微把它炒一下 好 我們來勾芡 好我們來勾一點芡 因為豬肝 並不容易入味 所以我們炒的時候 一定要勾一點芡 它才會入味 這樣就好了 火就趕快關掉了 接下來我們加一點點香油 我們加一點點香油下去 好這樣就好了 這樣 豬肝就完成了 這樣豬肝就不至於太老 好就不至於太老 就會還保有它的彈性 然後吃起來也比較滑一些 好 這樣子就好了 所以你炒豬肝的時候 記住 燙的時候 不要 水不要太 不要 不要讓它一直滾 豬肝容易老 稍微就是水開來之後 豬肝下去 火關掉 把它 拌開 這樣就好了 然後沖涼我們就可以來炒了 這樣炒出來豬肝 就會比較滑一些 比較彈性 下次你炒豬肝的時候 照這個方法說說看